娱乐敌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敌眼 日前张碧晨和华晨宇双双的承认未婚先孕 并且有了一个孩子的惊天事件 着实给还没有消化完郑爽事件的吃瓜群众 又送来了一个大瓜 其实这个时候张碧晨和华晨宇主动在这个时候 承认未婚先孕的事情 显然跟郑爽的事件有关 因为郑爽待遇又一次细子的事情已经彻底翻车 他的负面新闻持续了各大头条好几天 在广大网友抵制郑爽痛骂郑爽的时候 张碧晨和华晨宇又上了热搜 有意思的是就在几天前的郑爽刚开始被全民痛陈的时候 有人翻出了当年国内某卫视频道热播综艺节目 花与少年第二季的资料 其中就有郑爽 第二情节是郑爽的对许晴的一次无脑提问 也呢现场所有人呢都很尴尬 那个问题是让许晴回答第一季和第二季 哪次玩的更开心 因为许晴这两季呢都参加了节目录制 结果呢许晴相当不给面子的说 第一季更有意思 因为第一季的人呢更正常些 不过呢也有好事粉丝呢扒出了第一季跟许晴有关的不太正常的人 这个不太正常的人呢就是跟许晴一起参加了第一季录制的华晨宇 这档节目在204年初录制的时候 1969年出生的许晴呢当时已经45岁了 而作为90后先肉歌手 华晨宇呢当时才24岁 两人之间呢相差21岁呀 呢这对望年江呢却是节目中关系最好的一对 节目中两人互动频繁 而且呢随处可见大姐姐许晴对华晨宇的悉心照顾 华晨宇呢则无时无刻意旁敲刺激的方式表达着许晴的好 节目中呢他们刚飞抵巴萨罗那的时候 来到新的住处 天真的华晨宇呢直言想跟许晴一起睡 不但让导游张翰瞬间惊呆 连许晴呢都觉得很惊讶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班牙当地时间2014年4月13号 黄马主场迎战阿尔梅里亚的比赛中 华晨宇一行人呢还遥有兴致的来到了 黄马主场博纳乌球场现场观战 留下了不少有趣的瞬间 不知道是不是被足球圣殿的氛围感染 华晨宇呢在那次比赛结束后呢 还创作了一首名为Why No Body Fights的单曲 被收录在2014年9月18号发行的专辑 凯西莫多的礼物中 华晨宇的音乐天赋呢确实毋庸置疑 只是当年和许晴那些有意思的过往 多少有些样群众吃瓜又吃出了新口味的感觉 华晨宇呢曾在一档节目中吐槽杨幂 每次穿的裤子都太短 女孩子在外面呢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杨幂听到后呢翻了一个白眼 回怼道下次我会更短 看到这则视频呢 网友呢纷纷表示 华晨宇呢说的话恋不是 女孩子想穿什么衣服是人家的自由 轮不到别人来评头论足 从华晨宇的话来看呢 他似乎是一个保守的人 华晨宇呢曾说身体呢是很保守的 有网友呢扒出了华晨宇昔日的采访 曾经呢有媒体访问华晨宇 是精神上脑洞大放得开但身体是保守的吗 华晨宇呢毫不犹豫的表示赞同 多说重要的事情呢说三面 华晨宇呢就着重强调了自己身体很保守 非常保守 媒体呢显然对华晨宇强调自己很保守 也很有兴趣 又问华晨宇这个保守体现在哪些方面 华晨宇呢一下子就害羞了 认为这个问题很污 还问对方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一副非常纯洁的模样 媒体呢还问到华晨宇呢有没有结婚生子的计划 华晨宇则表示自己最近两年呢就差不多可以安排上了 但要先把婚结了 纵然呢华晨宇如今积极承担对孩子的责任了 也不能否认他自我打脸人设翻车 华晨宇1990年2月7号出生 昵称花花 出生于湖北实验 2013年呢以湖南卫视快乐男生年度总冠军姿态出道 后演唱的微光 烟火里的尘埃 异类也深受大众的喜爱 成为歌手首位90后歌王 华晨宇和张碧晨有女儿的瓜 爆了爆了爆了 还把微博弄瘫痪了张碧晨呢发了长文讲述了自己怀孕的经过 给大家呢总结一下重点 2018年秋天他知道自己怀孕了 然后害怕带球跑了 他消失了很长的时间 华晨宇呢联系过他 可他不接电话不回微信 自己把娃生了 等到他回国了孩子长大了 告诉华晨宇了 华晨宇呢是个好爸爸 说过很遗憾没有能陪他度过孕期的话 两人的商量之下给孩子落了户口 华晨宇这边呢也洋洋洒洒的写了和女儿的点点滴滴 感情至深 网上呢还流出来了一家三口的合照 2018年6月他还开了自己的第二场万人演唱会 妥妥大事女歌手的姿态 本应该是持续发力的大好时机 然后呢他却愿意为了华晨宇 让自己的事业呢暂时停摆 回过头呢再看看他运气的微博 也是处处透露着心酸和卑微 怀孕三个月力不从心的时候会自我检讨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孩子六个月大的时候自我喊话 自己下了决定要走的路走完他 而华晨宇呢在那段时间呢 则是满不停蹄的活跃在大众眼前 当嘉宾当导师出专辑开演唱会 什么都没落下 2018年4月呢 华晨宇呢还邀请前女友邓子琪呢 当自己帮帮唱嘉宾 两人呢一起在电视上同台飙歌 是的张碧晨呢用自己的行动让我们看到 当一个男人没那么爱你的时候 就算是用孩子也无法加强他的爱意 而跟华晨宇呢分手后的邓子琪呢 他把那些过往呢都揉进了歌里 造就了一首又一首的热门金曲 事业突飞猛进 自立门户当上老板 事业爱情双丰收 张碧晨呢消失六个月对事业带来的打击 不知道要用多久呢才能回血 而华晨宇呢在粉丝的眼中 已然呢晋升为勇于担当的好爸爸 收获了满满的祝福 华晨宇和邓子琪呢 还有过一段故事 邓子琪呢曾说要时间去忘记 但是他用了一年的时间 去适应那段感情 却遗忘在他们相爱的那段时间呢 据说邓子琪呢给华晨宇学了五首歌 他们同台演出呢也是互生倾诉 不过后来呢也就没有后来了 张碧晨呢对华晨宇呢是真心相爱 碧晨说道 当我做好了要生下这个孩子的决定的时候 我混乱到完全不知道怎么跟花花说 也没去想他会怎么回应我 我固自选择了离开 选择不告诉他 不让他知道 自己去完成我离开了他 走的时候没有说任何理由 只是说了以后别联系了 后来我认为不能剥夺了这个孩子 拥有父亲的权利 也同时剥夺了花花身为一个父亲 面对自己孩子做选择的权利 所以呢我应该告诉他 他有一个女儿让他知情 接着我找到了他 他当时也是整个人都懵了 但是蒙过之后再见到孩子的那一刻 眼睛里的温暖和心系是骗不了人的 在这之间呢 毕晨从来没有怪过华晨宇 一直呢在帮他说好话 而华晨宇呢从来没有提到过毕晨 一个是快乐男生 全国总冠军 一个是中国好声音 全国总冠军 华晨宇呢和张毕晨的关系 一直都是网友所关注的话题 两名实力唱将呢更是一同出演真人秀 唱游天下 他们之间有没有擦起过火花呢 在唱游天下这档音乐旅行真人秀中 华晨宇和张毕晨呢 无疑是两个亮点 经历了五人组的韩国行之后 唱游天下英国站呢 终于迎来了迟到的同学 张毕晨 作为插班生 张毕晨的加油缺一点都不身份 迅速和游学小组打成一片 而其中最先伸出友谊之手的 就是年龄相仿 又同为选秀歌手出道的华晨宇了 在组队的阶段呢 花花主动表示 愿意和张毕晨呢一起搭档 因为所有人当中我和他最熟了 在整场节目中呢 华晨宇呢 张毕晨配合默契 华晨宇呢 更是对张毕晨霸气十足 在伦敦街头 华晨土豪买买买 张毕晨呢需要买东西 华晨宇呢抢着负账 除了吃的零食 还买了帽子等各种配件 进入买买买模式 敬嫌土豪风范 所有人当中我和他最熟了 这一句话呢 就是对二人关系最好的回答 有人说呢 爸爸带大的孩子 不但童年得以完美 人生往往呢也得以圆满 看华晨宇的发文 仔细生疤 自理行间洋溢出的温暖和快乐 此时此刻呢 他不是一个音乐天才 他眼里的光芒 全部被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女神占据了 身为一个光芒万丈的明星 他退去了所有的傲娇和荣光 足可见这个小女神呢 已经彻底要华晨宇 沦为女儿奴了 好了 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 再见